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像其他落败的总统那样认输 却像其他即将卸任的总统那样特赦罪犯 首先被川普特赦的几名罪犯中 包括他的前国家安全顾问佛林 佛林公开呼吁川普启动叛乱法 调兵军管 保住总统权力 极右势力在媒体和网络上紧密的呼应 12月18号 川普在白宫召见佛林等铁杆支持者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佛林当面向川普建议在几个争夺州实行军管 本期节目中我们谈一谈 总统在美国本土动用军队的问题 按照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二款 总统是美国军事力量的统帅 这是否意味着军队必须无条件 从服从总统下达的命令呢 这个问题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反复讨论过 自从几年前川普参加总统大选以来 不断浮出水面 今年大选中变成一个异常突出的话题 早在2016年3月 川普还在共和党内初选的时候 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Rosa Brooke 在《华盛顿邮报》发文 美国军队有强大的政治文化 同时也有受民选政府控制的坚定保证 通常讲这是件好事 但同时也意味着民选官员在玩弄法律时 军官很少直接说No 军队有义务拒绝服从明显的非法命令 但是如果白宫和司法部的高层律师 推翻了军队对法律的解释 很少会有军人坚持反对 美国统一军事法典对命令和服从的规定 支持Rosa Brooks教授的说法 按照统一军事法典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职责 抗拒命令违反军法 会受到军事法庭审判 但是军人执行非法命令同样违法 而且军人执行非法命令的后果 跟抗拒合法命令同样的严重 都会面临军事法庭审判 在以往的案例中 美国军事法庭明确判决 盲目服从命令不是开脱罪责的借口 不能作为辩护的理由 比如说在美国诉欺南案中 一位名字叫做欺南的军人 被指控谋杀平民 他辩护说是执行命令 法庭的判决 如果下达的命令从本质上讲 一个普通人用常情常理就知道非法 那么就不存在执行命令这种辩护 中央情报局前局长 Michael Haddon将军说 如果借到非法命令 美国军事力量会拒绝行动 你有责任不服从非法命令 三年前担任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 副主席的空军上将John Haddon 重申这个原则 他警告说 如果你执行非法命令 你进监狱一辈子在监狱待着 由此看来 美国军人并不是无条件的服从任何命令 按照军法和军事法庭的判例 军人只执行合法命令 有责任抗拒非法命令 问题在于军人如何判断什么样的命令合法 什么样的命令非法呢 美国军事法庭首册指出 一项要求履行军人职责或执行军事任务的命令 可以被判断是合法的 下级拒绝服从 后果自负 这种判断不适用于明显非法的命令 比如那种指使犯罪的命令 在美国诉其难案中 命令向平民开枪 就是明显的非法命令 正常人用尝试就可以判断 下级军人可以拒绝服从这种命令 不过将军判断总统的命令是否合法 并不像士兵判断冲民众开枪 非法那么简单 比如说如果川普总统听从柏林的建议 动用叛乱法 命令军队进驻几个争夺州 实行军管 这是不是一项明显非法的命令 或指使犯罪的命令呢 在美国历史上 总统宣布军管的事件屈指可数 而且都是在战争期间 比如小罗斯福总统 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 在夏威夷实行军管 内战期间 林肯总统在一些时段和地区 实行军管 和平时期 美国既没有动乱 也没有外敌威胁 因为政治的纷争 总统宣布军管 没有过先例 在目前状况下 如果川普总统在国内调兵军管 首先要经过白宫律师和司法部律师 两道关口 按照尝试和律师职业的训练 不难判断 川普调兵的目的是推翻大选结果 不符合叛乱法的调兵条件 首先会反对的 是白宫律师Pat Cipollone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弗林在白宫向川普提出调兵军营军管的时候 当场遭到了Cipollone的反对 可以预见 一旦川普把调兵军管 作为严肃议题提出来 Cipollone和他的白宫律师团队 会以书面备忘录的方式 正式提出反对 对于这种明显非法的举动 除了白宫律师会反对 司法部律师也会提出 正式的书面反对意见 如果在白宫律师和司法部律师 都认定涉嫌违法的情况下 川普总统贸然把调兵军管的命令 下达到国防部 遇到的第一个关口 将是代理国防部长 Christopher Miller 可以想见 Miller代部长首先要咨询国防部的律师 同样可以想见 国防部的律师将在法律上得出 跟白宫律师和司法部律师同样的结论 命令涉嫌违法 即便是代理国防部长无条件服从总统 把调兵军管的命令下达到美国本土有用兵权的北方司令部 或者川普总统 合法地拒绝执行川普总统的非法命令 可以预见 Glenn van Vankers将军的决定 会得到参谋长联系会议和各军种司令的支持 对于川普总统来讲 一旦出现那种局面 将不仅是1月20日出白宫的问题 而是涉嫌违反治安力量动员法等等法律 而被司法追究的问题 总统在国内用兵 主要受两部法律的约束 一部是1878年的治安力量动员法 The Posse Commitato Act 另外一部是1807年的叛乱法 The Insurrection Act 治安力量动员法 禁止联邦政府动用军队在国内执法 只允许军队在有限的条件下协助民选政府做执法 救灾等工作 比如美国军队曾经接受联邦政府邀请 在国内嫉妇 在国内嫉妒 反恐等等行动当周 协助FBI等部门执法 需要指出的是 州长调动国民卫队维护本州治安 不在该法的限制范围内 事实上 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60多次的军管事件当周 自有寥寥几起 由联邦政府宣布和死实 绝大多数是由州长宣布在本州有限的区域内实行 治安力量动员法的语言相当清晰 任何人除了得到宪法和国会法案明确授权 不得故意动用陆空军军事力量执法 唯者将依本法罚款或最高判处两年徒刑或两项并法 自安力量动员法 为国会为总统在国内用兵保留了一个例外 就是调兵执行叛乱法 今年6月 全国各地爆发了示威 川普总统威胁要动用叛乱法 调动军队对付示威 遭到国防部的反对 美国历史上总统曾经有过23次 动用叛乱法平息国内动乱 过去100年中有过13次 按照叛乱法第10条第13款 总统可以在两种情况下在国内用兵 一种情况是 收到州长或者州议会的请求 派遣联邦军队平息动乱 比如1991年 加利福尼亚州长请求老布希总统派遣军队 平息洛杉矶的暴乱 第二种情况是在动乱已经使得联邦政府 无法通过司法手段执行联邦法律的时候 总统有权派遣军队执行联邦法律 在第二种情况下 总统不需要州长或者州议会请求就可以派兵 比如1954年 最高法院在布朗素托比卡教育委员会案件 宣判公立学校种族隔离 南方实行黑白分校的各州 开始取消隔离政策 1957年 阿肯色州小石城公立高中 录取了九名黑人学生 种族主义组织威胁抗议 州长调派了国民兵部队 阻止被录取的黑人学生入学 艾森豪威尔总统动用了叛乱法 派遣美军101空降师维持治安 护送黑人学生入学 并且把阿肯色州国民卫队 划归联邦政府指挥 这实际上是在叛乱法授权下 动用联邦军队执行美国最高法院 废除学校种族隔离的盘决 民权运动期间 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州的 白人至上主义者武装抗议 威胁阻止入学的黑人学生 在州政府拒绝执行联邦法的情况下 盖乃迪总统三度启用叛乱法 派遣军队护送黑人学生入学 维持当地的治安 今年6月初 国防部长艾斯波公开反对 川普总统动用叛乱法对付示威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雷将军和各兵总司令 先后发表声明 重申忠于宪法保护公民游行示威的宪法权利 7月10日 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 传召国防部长和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听证 其中一位议员问艾斯波部长 你认为6月初的情况不适合启动叛乱法调兵 那那么什么情况下才适合动用叛乱法呢 艾斯波回答说 他无意想象将来会出现的具体情况 但是可以回顾一下此前类似情况下 总统动用叛乱法调动军队的先例 艾森豪·威尔总统 甘乃迪总统 约翰逊总统 在国内用兵都是为了护送少数族裔入选 保护和平示威民众的权利 不是压制民权 而是促进民权 这是美国军队的传统 今年大选前三个礼拜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雷将军 接受NPR的访谈 重申军队在国内政治中将不扮演任何角色 他说我们有长达240年军队非政治化的传统 军队不参与国内政策 我们美国军队宣誓服从民选领导人的合法命令 我们保证永远受民选领导人掌控 我们将服从民选领导人给军队的合法命令 米雷将军反复的强调军队服从的是民选政府的合法命令 大选落败之后 川普总统不承认败选 将国防部长艾斯波解职 任命了Christopher Miller为代理国防部长 引起民总的担忧 米雷将军公开发表讲话 说我们没有宣誓效忠国王 王后 暴君或独裁者 没有宣誓效忠个人 也没有宣誓效忠国家 部落或宗教 我们宣誓效忠的是宪法 我们将不惜个人代价 保卫并维护内阁文献 12月18日在佛林建议下 川普调兵实行军管的当天 陆军部长和陆军参谋长发表联合声明 美国军队不在决定选举结果中 扮演任何角色 两天后 川普发推说 军管是假新闻 忠于宪法服从民选领导人的合法命令 不参与国内政治 这是美国军队的悠久传统 被称为不成文的宪法 在此前的节目中我们讲过 除了行政 立法 司法分权制衡的宪法制度设计 美国行政系统里 内部的不成文惯例和各级官员 坚守法律 不为上是从的操守 是一股对总统滥用权力更直接的制衡力量 在川普总统任期期间 一直在顽固的发挥作用 美国军队和各级民选政府的不成文宪法 跟宪法一样有强大的韧性和生命力 让美国经受住了无数历史的考验 在今年大选中又一次拯救了不和国 以上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特别节目评论与分析 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三十三章 作者纳维先生 谢谢您的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